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二清早 八甲迎来一场较量 山渡市将主场迎战青年队 客队本赛季沦为宋芬童子 客场负率超六成 并有军场2.13个失球 青年队本场比赛出征必败无疑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山渡市最近这段时间在联赛的演出属于糟糕 过去六场联赛吞下了五场失利 唯一的胜利是在主场战胜巴拉纳体育会 从整个赛季来看 山渡市在联赛演出平庸 30场联赛获得9胜10和11负 球队最严重的问题是客场胜率不足 其15场联赛客场只有2场胜利 山渡市在主场则有7胜4和4负的表现 获得了25分 球队能够在远离降班区很大的原因 是其主场抢分能力颇足 山渡市最近这段时间的唯一胜利 也是在主场所获得 M里安娜杜本赛季10个入球 有5个入球来自主场 他将在主场带领山渡市争取胜利 青年队目前在八甲仅有20个联赛积分 排在倒数第一 以目前球队的情况看 降班只是时间问题 基因在过去11场八甲青年队均无法取胜 长达两个月的不胜期 再次消磨着球队的信心和士气 整个赛季下来 长期不胜才是青年队的主要基调 青年队整个赛季下来的得失球 比为23比53 军场入球为0.77球 军场失球为1.77球 其攻守失衡程度可见一斑 再者青年队已经连续7场做客遭遇失利 他们本轮出争难逃一劫 阵容方面 前锋G 百利迪音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